解放軍駐港部隊官兵下午4時多 走出九龍塘解放軍軍營 去到軍營外面的聯福道 和西福道一帶清理路障 拆黑衣人砌的尊牆 運走路上的雜物 什麼目的都是為了安全祥和 治暴自來 我們的目標把道路搶通 我們的目標香港安全穩定 你們發揮正能量 香港市民的掌聲 就是最好的形象 就是我們市民自發的 都自發的 希望你們放下你們手中的隊 跟老百姓一起 去幹一種有益的工作 有小朋友 市民參與 驻港解放軍在去年超強颱風山觸襲港之後 也有出動清理塔樹 驻港部隊清理的同一時間 消防員也在場 大概個多小時後返回軍營 一派防暴警察也在場戒備 而在浸會大學對開一段聯合道 也都有人協助清理路面 拆走捉起的竹棚、矮牆和圍板 參與的人說不想路障阻礙來往浸會醫院的通道 這裡是這麼近醫院的時候 阻礙到這麼多醫護的救援 人的良知是否應該會告訴我們 要做一點點事 起碼不要阻礙到交通 不要影響別人的生命的安全 浸會醫院過去幾天出入口 同樣被腦障堵塞 無視電視機仔 曾善良報導